各位早晨 欢迎收听神中课 耶稣 我们唯一能求告的名 今天是12月10日 题目是《踏脚石》 经文记载在《彼得前书》二章六节 看那我把所简选 所宝贵的房角石 安放在石安 末世从这位上帝曾宣称为高贵的子民 特殊的子民 圣洁的祭司中所听见的 是要留基督之血的呼声 摩西看到他们钉死了他的救主 他看到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受苦 当摩西看见救主升天 看到自己也在那仍接救主的行列中 冰向他打开那永久的门护士 他脸上的表情发生了何等的改变 摩西的脸上会发出言语无法形容 拔墨引难以描绘的喜悦 荣耀和光彩 摩西是在变象的山上安慰基督的人之一 接下来他看到很多在耶稣 从死女复活时一同复活的俘虏 他们进入城中 向多人显然 虽然那些看守无缘 以免门徒夜间未把基督遗体偷走的 罗马首位被教唆杀了方 但这些复活的俘虏 有力地证明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 但是当众多的人开始相信圣子 并接受耶稣门徒所讲述的神圣真理的时候 撒旦就看到自己必须 定行切发阻止门徒们的工作 因此他决定有道世人拒绝天父和他的律法 如同犹太人拒绝基督那样 由于撒旦的欺骗 世人未能借着遵守上帝天上和地上政权的根基的律法来荣耀他 朋友基督福林预言的旧约 现在不被人重视了 眼下人们 哭的是基督基督福音福音 但福音的教会 从创世基督启示录 贯穿了整部圣经 关于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所预言 都揭示了基督作为人类救主的福音 旧约制度帮人脱离罪恶 或获得赦免的每一例节 都是预表那位将要来临的救主 他是人类通往高贵的踏脚石 记录起 首稿卷10 原文155 156页 今日的信息 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我怎样 才能完全仰赖基督 这块踏脚石 而不是我自己呢? 愿我们祈祷 好 直至所有人都呼求耶稣的名 阿们